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从美国限制中国人买房的法案 谈办理美国绿卡和签证 那大家可能注意到或者将要注意到 就是最近中文网上有更多的新闻 有一处比如谈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院 最近通过法案说要限制没有绿卡和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在佛罗里达州购买房地产 这个新闻我们也是最近才看到的 合适了英文的来源 同时一些中文网站比如说网易等等也有报道 当然了有的中文网站因为要起到刺激的效果 夸张的效果 有的就没有提是美国的一个州 就说美国通过法案 也没有提到只是佛罗里达州参议院 还没有正式在两院通过州长签字实行 有的也只提到说禁止中国人买房 没有提到说有美国绿卡的中国人不受限制 加入美国籍的当然也不受限制 那当然了这个是一些技术性的细节 但是有的按说应该全面的报道 我们此前提到过关于政治讨论的各种自媒体 这个多如牛毛 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政治的频道 那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讨论当前的形式变化更新 对于办理美国绿卡和签证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出现了更多的变化 这个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改变的 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个人办理美国的绿卡签证包括入籍等等 会怎样受到这个影响 实际上我们律所最近也听到一些消息 有一些人跟我们联系 讲到在中国办理美国签证被拒 现在看起来要办美国签证比以前更难一些 也有一些人用签证入境美国 然后被更多的盘问甚至被遣返 还有一些人呢在移民局的爱485面谈 或者移民签证面谈的时候 被问到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关于个人的科研经历 过去的工作历史等等方面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组织成员身份这方面的问题 那总体来说呢 我们感觉美国的联邦政府这个机构呢 有的时候在对于新形势做出反应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比较慢 举一个例子911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过了半年多 当时开飞机撞击大楼的一个人 是在美国拿F1学生签证的 他办的F1学生签证申请 得到了美国移民局的批准 批准了延期 那这个呢当时成为新闻也显示呢 美国移民局也有这样的官僚的问题 这个呢也是促使移民局最后被分拆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原来呢我们知道这个机构叫INS 是属于美国司法部的 后来呢被分拆成了不同的机构 一部分叫USCIS 另一部分呢叫USICE 前者侧重于服务 后者侧重于执法 那么两个呢都属于新成立的美国国土安全部 那么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 就美国政府有的时候呢做出反应会比较慢 但是呢做出反应以后有巨大的惯性 可能要停止下来也会比较难 会有更多的要求 那前面讲到有的事情不是个人能够改变的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办理美国的绿卡 移民签证各种非移民签证 包括在美国境内的身份转换延期等等 那么当然要相应考虑到这一点 就像过去在中国有的话说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 但是政治有可能会影响到你 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办理 像前面说到的绿卡签证 包括移民签证和各类非移民签证的时候 那么关于个人过去的组织成员身份 过去的工作历史 过去的研究课题等等 都可能会被更多的询问到 谈问到包括办签证以及入境美国 以及后续的处理 包括入籍等等这一系列的手续 那这个并不是说申请就不能够批准 那换位思考从美国政府的角度 对吧那他有他的立场 他要考虑到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然后更多了解到要办理美国签证和绿卡的个人的背景 比如以前美国使领馆的解释说 为什么我们对于发放签证有谨慎的态度 因为美国并没有户口或者其他的tracking的制度 你入境美国以后就可以更多的随便的迁徙旅行等等 所以在入境以前要有更多的考察 背景调查 那么同样的道理 在成为美国公民以前 在取得美国绿卡以前 在拿到美国移民签证以前 那么美国政府也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方面的背景调查 这个我们此前有一些别的文章和视频 讲到了相关的内容 那有一些申请人 要么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 要么说用力方向不对 比如说他自己觉得很正常 天经地义的 美国要顺应时事 那你要让出世界霸主的地位 对吧 东升西降等等 那这个美国政府不兼得是这样想的 个人在办理绿卡和签证的时候 不能够自说自话 对吧 那你主要的目的是 当然希望你的申请顺利得到批准 所以我们建议申请人 在办理这类绿卡签证申请以前 要认真准备 或者如果遇到了问题 或者在中途已经被要求补充材料 或者申请出现问题 被要求面谈 或者被拒 像这样可以联系我们律所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准备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从最近美国一些州 限制中国人买房 谈当前的美国旅卡和签证办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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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